在以前來說,只有貴族才能夠擁有瓷器 很珍貴,叫做白色的黃金 而東方的瓷器和這個城市有甚麼不解之緣呢? 是歐洲最大室外用瓷磚砌成的壁畫 壁畫的主題叫《君王的出巡》 從八百周年的紀念而畫 一開始,壁畫是直接畫在牆上 1904年,用瓷磚重新製作這幅壁畫 一共用上了兩萬多塊的瓷磚 有102米那麼長 工藝之高,簡直是鬼苦神功 而製作這些瓷磚的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間瓷器工廠,Maisen 這是工作鏡頭,讓你看到他們做事的過程,步一步 用手、腳並用 為甚麼這麼重要呢?因為控制速度 這是帽子,所以才能做到外形的畫面有花紋 多餘的瓷土會刮出來 這個杯是空心的,它就不同 剛才的杯,整個石心,整個瓷土,整個瓷土 然後毛,毛都會用出來 很柔軟 你可以用手指的線路 看到他們每一個個都把不同的部分切在一起 但是原來切在一起都說技術的,為甚麼呢? 如果它把這個東西切在底部 太大力,一燒出來,它會不會裂開 如果太鬆,它切得不夠 燒完之後,它就會裂開 所以力度要剛剛好 剛剛下面那個石頭條,那個醬 那裡有八千朵花在這裡 就是靠他們一個人手去黏 你看到嗎?它就是這些花花在這裡 靠他們沒有出來 沒有完之後,又要把它整齊 再上油 現在它用手工做一朵花出來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工具 完全靠它自己的感覺和經驗 從花繞一直沒有到整朵花外圍 太厲害了 這個石子上面有圖案的 然後灑一些碳粉上去 就變成這樣,圖案在這裡 跟著那些圖案去油上去 之後呢,然後才去燒 這個碟有名字,叫洋蔥桃 這個叫洋蔥呢 因為以前是外燒池,是由中國去賣過來的麵 但是那時候呢,中國的圖案是一些番石樓來的 但是外國沒有的嘛 所以它看到番石樓的時候呢,就要洋蔥 油上鎖就是這些東西已經燒好了 這些碟已經燒好了,已經上了油了 然後在油上面呢,它畫這個花 然後呢,它就是填色滑色 你看到它已經是橙色 你看到它的顏料呢,是由這一瓶東西搜出來的 而這個裡面的成分是什麼呢? 是多少呢? 是無人知道 是屬於Maisen這個品牌的秘密來的 瓷器在中國起源 十六世紀前後,東方的瓷器飄揚過海 好受到歐洲貴族的喜愛 而強力王奧古斯特二世 可以說是超級瓷器發燒油 為了瓷器,可以去到幾盡 他買瓷器是不惜一扎千金 絕對是中國瓷器國際級的VVVIP顧客 他還將煉金師軟禁在城堡 破解瓷器的製法 一七零八年,終於成功研製出瓷器 在德雷斯頓三十公里外的Maisen這個地區 開始工房 從此打破了中國瓷器的壟斷地位 完成後,在8到10年 8到10年 8到10年 所以你將於三年生存在米士尚 三年工作,次八年工作 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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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又是由學同讀書 做到現在了,是幾十年了 其實問我看他其實不是一個員工 是一位藝術家 曾經歐洲貴族為了中國瓷器 趨之若無 而中國皇室 亦對這裏傳去的西洋宗標痴迷 在這片土地上 我感受到歷史的脈搏 人類中西文化的交融 感受到那種對待工藝的專注 堅持和勢力 你很棒的導師 所以我們可以保持你 我可以嗎